Blockbuster debut for the biggest IPO of the year Cloud company Snowflake The biggest software IPO ever The biggest IPO of this year The fifth biggest tech IPO ever 3.4 billion dollars by pricing shares More than 40% above the range It had initially been marketing 大家好 欢迎回到TongTalk 2020年9月16日 在纽交所IPO上市的Snowflake 公司IPO价格定为120美元 但是上市首日收盘飙升 111.61% 股价暴253.93美元 市值707美元 创软件公司史上最大规模IPO记录 Snowflake的主营业务是企业间的云计算 号称不投资科技股的巴菲特 也投资了5亿美元 IPO也就是新股首次公开发售 3月份美股多次熔断大跌时 很多公司的IPO都选择了推迟 毕竟市场行情不好 强行IPO无疑于自寻死路 谁想到后面的行情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像苹果亚马逊 Facebook等公司的市值屡创新高 IPO市场也从原来的一片死寂 到现在的生机勃勃 截至9月底 2020年的IPO募资总额已经达到950亿美元 除了2014年超过过去20年任意一年的全年IPO总额 而2020年还有两个多月 还有Airbnb等独角树公司等待IPO 如此多的公司选择在今年IPO 到底是因为美国牛市将继续延续 还是因为巨大的泡沫 我们谁也无法预测 但毫无疑问的是新股IPO 蕴藏着巨大的赚钱机会 那么如何购买IPO的股票呢 之前我做过一期视频 介绍的是老虎证券如何购买IPO股票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的 链接观看这期视频 虽然老虎购买IPO很方便 中签率也很高 但是老虎证券上可以购买到的IPO股票 大部分是中概股 海外公司的薪股很少 另外我电报群里面也做过统计 目前有40%的小伙伴使用的是德美利证券 所以本期视频就会大家介绍一下 德美利证券如何打新购买IPO股票 如果还没有德美利证券账户的小伙伴 可以观看屏幕上方的包放列表 里面有我详细的教程 包括如何开户如何入金 客户端如何操作等 好的我们首先登陆德美利证券的后台 在后台里面选择交易股票IPO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提示 翻译成中文 不符合IPO资格的账户 它一共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账户的价值 必须为25万美元 第二个条件是三个月内完成30笔交易 这两个条件任意符合一个就可以了 下面的话股票IPO 如果说有可以购买的IPO股票的话 这边会有显示 目前的话是没有的 所以说我这边在网上找了一个资料 跟大家去演示一下 是之前的一个视频 如果说有的话 这边会出现一个可以购买的IPO股票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行的日期 是2017年的1月25号 然后它一共发行的价格是10到12美元 我们点击后面的 这边的话是它的一些详细信息 点击一下同意上面的一些信息条款 这边是输入你要购买的数量 最多是1万股 它这边的话价格是发行价格区间是在10到12美元 我们可以去简单去计算一下 比如说我有1000美元要购买这个IPO股票 然后我们出于它的12的价格 可以购买83股 这边就输入你的购买的数量 我们这边就输入100吧 它的预计的一个金额是1100美元 它取了一个中间价 我们确认一下没有问题的话 到下面去点击提交就可以了 到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详细的信息 包括它的一个开始IPO的一个时间是1月25号 数量是100 你的价格区间是在10到12美元左右 好的 后面的话你也可以去修改 还有取消这样一个IPO的订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关于IPO的一些其他的信息 首先这个你点开视频点可以看到德美利证券 关于IPO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介绍 下面的话我们去看一下IPO的流程如何去运作 也就是德美利证券IPO购买是如何去进行的 包括其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它是英文的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到Deep L里面去直接去翻译成中文 翻译的时候有几个注意点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发行的一个证券需求 有可能会很高 有可能你是获得不了分配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是不一定能够中签的 好另外的话 它的IPO购买登记的一个生效日 是5个营业日之前 另外一个是如果说你分配了之后 可以到我的账户仓位交易订单状态这里去查看 你的已经分配到的股票数量 好的下面就是交易IPO的一个条件 25万美元或者30天内有30笔交易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看一下翻转什么是翻转 翻转的意思就是说 自首次公开交易之日起30个日历日内买入 首次公开交易的股票并将其卖出 也就是说你购买到IPO的股票之后 你在30个工作日内卖出的话 这样的话德美迪证券会将你这种行为定义为翻转 如果说你有翻转的这个行为的话 客户可能会被排除参与到未来的新股投资之中 它的目的的话就是为了防止翻炒新股 另外德美迪证券不对发行新股产生的损失负责 它这样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去防止新股频繁被炒作买卖 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文件和信息的话 大家感兴趣可以直接点进去看 它大部分的话都是中文的一个文件 大家可以去使用dpl这个很好的一个翻译软件 把它翻译成中文就可以了 德美里证券打新的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 需要注意的是美股市场是成熟市场 投资者相比国内比较理性 加上新股上市 早期投资者一般会选择股权变现 会面临比较大的抛售压力 打新不一定会有很高的收益 手日破发也并不罕见 所以需要大家理性投资 如果大家真的有需求去投资IPO的股票的话 建议大家去使用老虎证券和德美利证券相结合 老虎证券可以很好地去投资中概股的新股IPO 德美利证券则可以投资海外市场的一些股票IPO 但是两家券商都没有办法去投资 所有新发行的IPO股票 因为不同的股票上市 他可能选择股票的成销商是不同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 也不要忘记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